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他有沒有說甚麼? 沒有 其實你們拍拖不是很久 那遲些結婚也好 為何他不自己跟我說 女性之家面對面說很尷尬 那現在是怎樣?我們有還是沒有? 你先去幫忙 阿楓 別說了, 這樣還不夠清楚嗎? 小琪, 你幹甚麼? 整天看得好像針筋屁股一樣走來走去 媽, 我出去買點東西 沒死了, 沒死了 女兒呀女兒, 你真聰明 最聰明都是你 肥彭, 你怎麼一回來就吵一圈 吵, 你不記得我去找那個鑑證行的人嗎 我出去問你 賣甚麼這麼急, 爸爸還沒說完 我去找那個人, 他結果肯仇我玩 那件東西就這樣放在那裡 底下也值七十萬 你說遇到一個好的收藏家 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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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得整個百萬都像 那真的好 以後我們可以做台戲大大大 你整個夢寶大大大, 我得鬼閒和她唱 我們馬廢的雜頭收租了 是嗎? 好呀 馬上拿一隻錶出來 我馬上又去找鑑證行的人 再鑑證一次, 拿來 那隻錶我給了小琴 拿來, 小琴, 快點 做甚麼? 傻女兒捨不得? 傻女兒捨不得? 別這樣了 人家給你做拼禮 你怎麼洗髮, 人家都不理你 你拿出來等老闆拿去賣掉它 那你拿著一筆錢 就和阿楓兩個合約做生意 下半輩子都不休息了, 是嗎? 快點拿出來, 乖, 拿出來 沒了 甚麼沒了? 我對回給別人 你說多一次? 我先不想結婚 所以就拿一隻錶給真衣 小琴, 你是否剛才拿去的? 還是你這樣做? 你是不是嫌老爸太富貴? 是不是嫌老爸多碗飯吃 他丟在旁邊餵狗? 你不是多碗飯吃 你是打算發財 如果家裡沒有飯開的話 我都會打算是嫁 但現在不是 你馬上說老爸發錢糧賣女兒, 是嗎? 不是… 別打了女兒 小琴, 你爸爸 你爸爸說發錢糧賣女兒 但我和你大媽不是 阿芬是我們兩個和你選擇的 你說也不說話 就拿一隻錶給別人 你還當我們是你媽媽嗎? 跟你們說有用嗎? 小琴,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我們從小到你大, 誰不愛惜你 別說那件事值不值錢 就算說那個人也好 而且他在火燭的時候 還背你媽媽想想樂樂 還說有用嗎?他人無情無義 我現在馬上去跟真的拿一隻錶 鼻棒, 解靈還衰是靈人 那隻錶是小琴拿過去的 應該是由小琴拿回來的 如果你現在拿回來 一來你自己沒面子 二來我們整天好像 小琴要嫁人一樣 那倒是 小琴, 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馬上拿這隻錶回來 你不想休息 你拿不到就不要回家 阿楓, 阿楓, 記住了 用有時看開點 我知道了, 我只是上班 阿楓, 我只是上班 阿楓, 我只是上班 不要亂來 是… 我進去, 快去… 走 是小琴有些事搞錯了 是小琴搞錯了 他向你道歉 師父, 我… 我想跟小琴單獨聊幾句 好嗎 對…來… 來…單獨聊 慢慢聊 所以還是聊幾句好嗎 好嗎 對不起 是否我對你不好 我是不是阿楓不開心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他很喜歡來這間公園買 所以我經常想我哥哥帶我來 來這個公園 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以為 這個公園就是這個世界上 令人最開心的地方 但我現在覺得很爽 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我說真的 但問題不在你裏 是我覺得 其實這個世界很大的 前面還有很多事等我做 我不想這麼快決定一輩子的事 你想去見到這個世界 你就去見 你不想結婚我們就不要結婚 我們可以像以前一樣 給大家一點時間 我現在沒說不給你時間 我不想拖著你 我沒說你拖著我 我可以等你 如果大家真的有緣的話 根本就不用說誰等誰 你最後都會在一起 順其自然,好嗎 我先回去 你告訴我 我先回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姐, 你不是很喜歡那隻神魔仙人嗎 是的 你也喜歡的 所以呢 謝謝, 晚安 Kat 來… 甚麼?小琴和曉峰就這樣就散了嗎 沒事吧? 阿爸,你沒事吧?痛不痛? 手痛又怎及心痛 大喇喇一百萬,花為烏有 對了,確定我下半歲要蹲在這裡熬 你做甚麼這麼矛盾? 要不要給重節游泥茶? 你怎麼樣? 沒事… 搬一輩子,連劫斷手也算幸運 阿爸,我說過很多次 我不想這麼早結婚而已 是嗎?你真厲害,你清高 阿爸糟糕而已 但阿爸一輩子抛頭露臉 是嗎? 你別這麼勞氣 你別說了,還嫌棄爸爸不夠嗎 是呀,你也不知道怎麼想 你不想結婚子 那你不用連鍋子也扔起來 阿珍姐告訴我 今天阿楓連工都沒回來 是呀,小琴 難得有情郎 曉峰喜歡你也喜歡得入心 阿楓,她人又有儀器 又…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甚麼 阿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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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在等待 我還在等待你回來 其他的東西你不要稀罕 唱得好 幹什麼 還沒唱完嗎 小琴 這麼不受得 他退了人的聘禮 我就不受得了 幸好我還有演員 我可以坐下嗎 麻煩, 再給我一杯檸檬茶 你媽, 還在生氣嗎 其實他們只是緊張你 始終是你爸爸媽媽 是嗎 其實我不是生氣他們 我覺得他們一點都不明白我 所以我覺得很辛苦 既然如此 那你不開心見城跟他說清楚 讓九叔知道你怎麼想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我就覺得現在不是結婚的時候 早就假裝這麼想 他們既然不明白你 不是的, 你更加要做些事 告訴他們 你選擇的路就沒錯 我想時間是最好的證明 怎麼證明才行 可以做些什麼 你沒為自己打算過 有的, 所以就上夜學 但是要兼顧唱歌 成績怎麼好才行 我不用讀這麼多書, 有什麼用 讀書好, 你哥哥也是想你這樣 既然你有心讀書 你不跟九叔說 靜靜靜靜找個學校給你上學 其實我覺得你的想法是對的 畢竟你還這麼年輕 如果你這麼快結婚 你根本沒機會出去見識外面的世界 為什麼你的說法和我哥哥一樣 我哥哥在信裡說 你是叫我讀書 你讀書, 不用急著加速唱戲 其實加速他很疼你 常常在我面前提醒你 好像這次回來 他跟我說了幾次 他是看我什麼可以幫你 如果你不怕辛苦 我幫你找一間學校 有時間而已, 我還可以幫你補習 你還是覺得我可以再讀書? 做人最重要是有自己的目標 我記得讀U的時候 有個教授跟我說過 他說當你決定做一件事的時候 就像一個跨欄比賽一樣 一開始你就要一心一意 向著標準法 無論遇到多少困難 多少阻礙 你都要一一跨過去 不過… 你怕讀不來, 沒試過你就怎麼知道 就像我這樣 我最初來到香港 真是英文都不懂得多過 我經常考試和肥佬 不過我現在一樣可以在英國大畢業 你騙我 只是想我自信心大一點, 是不是 我說真的, 我現在假假地 都要考到一個政務主任 好嗎? 你這麼快找到工作了? 還有政府高官 是呀, 我這麼笨也行 你這麼聰明, 到時一定比我厲害 還有, 這個世界上 沒有事是不行的, 只要你能付出路 謝謝你 別這麼說, 你忘了嗎? 我答應我加衝台去照顧你的 我拿到學校資料, 我就會拿給你 你用心, 我對你去信心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接下來是本港新聞 九港鐵路沙田至羅湖一段 將於本月全面投入電氣化行駛 據估計, 行車時間 將會比現時大大縮短一倍 一名男子 現在那些火車的地鐵都這麼快 你說大日回鄉, 我就著了才到 你還有心情看電視 那不是怎樣 我說過了, 他沒有標, 我不承認他 我現在准他回來 他還不生生生生做人 在這兒壓枝壓糟 我今天不稀罕, 最好就不要回來 你別這麼說 不然他一會兒真的不回來就糟了 你不用怕, 他現在未有毛未有役 怎麼飛得起 他飛不起你就不用怕 最怕他飛不起, 又怕對不起我們 這樣不肯回來 那時候你失去了一百萬 又失去了女兒 我問你心痛了嗎 你不要再提這些事了 你一提起, 我們會搓著 真的… 總之他回來我跟他算帳 好 回來… 你說跟他算帳? 你正眼一見, 眼尾都不忘我 我怎麼跟他說 不如找個跟他聊的人跟他說 他說吧 叫我嗎? 小金 媽 我自己說甚麼你都不聽了 但你知不知道我們這樣還是為你好嗎 如果你們真的為我好 讓我自己拿著主意吧, 好嗎 為甚麼你這麼鐵石心腸 你不喜歡阿楓的嗎 其實我只當我是我哥哥 你們經常提著他, 弄得我的心很亂 我想靜一下 看你年輕人這樣 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歡人 就說去拍拖 好吧, 現在弄得我大頭罰了 那你說怎麼辦 算了 你現在說心亂 或者遲些不會 那豈不是去到退婚這麼盡嗎 其實女人最重要是搞個疼自己的老公 媽, 我想再讀書 家聰叫你的? 就算不是我哥哥寫信跟我說 我本來也有這麼打算 其實讀書好, 可以多認識一些東西 難道你想我留在廟街一輩子 陪你去唱歌嗎 我當然不想 不過… 你對我沒有信心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是擔心你 媽, 你放心吧 我不是小女兒 有些事情我自己可以決定 是的 你怎麼搞的 你還在想我 你怎麼搞的 國家做的 阿傭? 究竟是我有個行動失手嗎? 你們是不舒服嗎? 小哥,你回去休息一下吧,我幫你撐吧 我也知道暫時之間要你接受的是你爸爸 或者你覺得他扔下你和你媽媽一起 但是… 你搞錯了,我不是因為這件事不害羞 謝謝姐姐 風哥,什麼事心情那麼差? 可不可以借一借,麻煩你? 大家朋友,關心一下你 你懂得關心嗎?借這麼多錢都很開心 錢呢,我就沒有了 不如這樣吧,待會下床 我們過去抖骨,衝過去,出更多貨,好嗎? 出什麼貨? 你這樣也不明白 你看看 威奇呀,你瘋還瘋啊? 別搞阿楓呀 星哥,你誤會啦 我們說的那些洗澡砸骨,很正經沒有其他事情的 何況阿楓都不敢去啦 如果被蕭勤知道,一定會罵他 你等一下說不行 拿牆單 做什麼? 做什麼? 做事吧 好,謝謝 好嗎? 怎麼搞的?你這麼久? 你不說阿花,這些東西是享受 當然要慢慢來才有趣 洗澡而已,洗太平地,怎麼這麼久? 喂,結帳了嗎? 等你吧,大哥 結帳了 謝謝 好 先生,多謝一千七八六 我洗澡,要過兩位而已 誰花多少錢? 你有位先生代支一千元 大哥 沒甚麼?有啊,先拿著吧 哪有這麼多錢?大哥 你有的,你有張卡的 先拿著吧 待會上去跟你再雞哥 來,過來 好嗎? 剛才我鬼旁問我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很害怕的 不過幸好你預先教定我 否則我一定不會答你 是,是我教過你 不過也要你自己聰明伶俐 才能應對 應對的 應對的,謝謝你 怎麼這麼客氣 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你挺好人 別亂稱讚我 我這個人很容易被人稱讚壞 到時就令你失望 不會的,我對你很有信心 是嗎? 是啊 我對你一樣這麼有信心 祝你學業孔俊 如果到時我甚麼不認識的話 你要幫我補習的 沒問題 按給你吧,不要按在臉上 按甚麼?夠鐘上班了 先上班吧 看你的樣子 這麼巧 對了,這麼巧 剛剛洗完了嗎? 是啊 洗澡砸骨 沒事吧? 我知道 都寫明是浴室 浴室是甚麼解釋 喂,我… 算了,小琴 別亂想事 這些分難浴室拿正牌做生意 照理是不應該是違法的 那倒是 我都沒權力幫你 喂,你不要在這裡整色整髓 我早就知道你立心不良了 小琴,我打你了 你想怎樣? 她現在叫你長腳 走吧,好嗎? 她現在… 走吧 喂,掉了東西 洗澡也要一千七百幾 這麼貴 我去走了 那些人 這身份也最深淵 你看 你們做甚麼 小心… 阿楓 阿楓 剛才我和你洗澡後 一出門便幾乎 碰到小琴 和另一個男生在一起 不是啦 不如你放她一日假 等她回家休息一下 我來床吧 為甚麼 你看看她的樣子 行了, 再這樣下去, 我真的怕他看不開 你們別管別人這麼多事, 做回自己的事 瓜豐, 今晚貴賓廳有一圍堅龍醉雞鍋, 準備好了嗎? 記得下酒 看你認真大家理事, 中了馬上鋒 那豈不是馬上鋒? 你們兩個富貴包又會臭成這樣 是不是家別丁欠兵? 看你家人這麼客氣, 輸了馬髮鋒 儘管扎少你一句吧 部長, 這樣的味道? 甚麼事? 不用管他, 剁湯 好 玉蘭軒的招牌貨, 乾隆醉雞鍋 出名補到流鼻血 聽說那個死鬼馮德昌 都是常常喝這種湯 生魚一個又一個, 生不生氣? 今天死鬼了 來…草雞最臭我的口, 趁熱吧 阿豐, 快點燒酒來 我叫你拿燒酒, 給我點滋潰水 幹甚麼? 阿奇, 快點走 阿豐, 수를 阿豐… 阿豐, 再燒酒 不行啦 有幾個黑人喝了便宜雞鍋 吐過不停啊 這麼渴, 你這樣laf 阿豐, 你怎麼樣… 阿豐, 你怎麼樣? 我要去電話機 阿豐, 師兄 你冷藏, 炒酒 弄成這樣 你的腹骨 你 injustice 你拿我點滋潰水 天下水 喂…我沒了手腳告訴你 惡人才告狀? 一語報警 報警 封了這間謀文之鎖 看你惡,定人是惡 是啊 沒有…沒事,讓我來 幾位,坐下來慢慢談 好,談?有什麼好談?有錢賠嗎? 那要賠多少? 我這裡是老闆 哦…你是馮德昌的女兒 我在電視上見過 真人比上一件事更漂亮 謝謝 我看這次這件事都是我們不對的 我會負責的 不過如果你們要報警 我都不會阻礙你們 但是大家一人仰一步 我會賠錢的 賠錢? 找三幾百來做暗口費? 你當我們上來騙破腳嗎? 三千元夠了嗎? 你帶這幾話客人去櫃面拿錢 上面的的士是找不到他們的 是,大小姐,幾位,這邊 我看你都很斯文 你不像那些有爺生沒吵架的 在那裡呱呱吵的 你說什麼? 我這個是斯文人 這件事不就這樣算了 不過也不用指望我下次來光顧 走… 這幾位,這邊…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慢慢走,對不起 慢慢走 星哥 我想跟你聊幾句 等一會 這雞酒是我煮的 你要罵就罵我 你知不知道今晚這件事可大可小? 沒錯,玉蘭軒不是什麼有名的大酒樓 但是這麼多年來 入得你幫忙的屬下 每個人都有責務壇 因為他們知道玉蘭軒是我爸爸開的 所以酒樓上上下下的人 都不敢丟我爸爸的家 你這麼說什麼意思? 你真是說我丟他家? 他有什麼資格? 你知道什麼態度嗎? 你知道只有一句話嗎? 我已經可以解僱你了 你是老闆,我是伙計人 我做錯事,你絕對可以解僱我 我這次給你面子的星哥 不跟你的計劃 你現在出去工作 但我希望你以後工作 打死了十二分精神 我不想被人說我公私不分 什麼公私不分? 什麼給你面子的星哥 我不用你給我師父 反正我也不想打你馮家公 你現在我不幹了 現在是我解僱你,即時生效 還是一句話,就是吧? 大夫 怎麼樣?被他喊了幾句吧? 他怎麼說我? 不抵免我也給你面子 那你有沒有跟人家說一聲對不起 實在是你真是不對 叫人家說解僱你魷魚 我們也沒聲出的,你知道嗎? 他說不及了,我先說了 什麼?我解僱他魷魚的命 你幹什麼? 有什麼所謂,東家不打打西家 反正我也不想打馮家公 我先走了 進來 小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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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說了 你不要再說了 是,小桑這個人真是太衝動了 剛好他跟小琴發生了一些問題 所以才會這樣 小桑,我本來看像你的份上 我每天都見他以前曾經幫過我和小桑 所以很多事我都不跟他計劃 所以很多事我都不跟他計劃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又是因為這些原因 所以剛才胡亂說話 這些就算了,他還要侮辱我爸爸 總之一說到這件事我就不可以再侮辱 我不會再容許他 不是,小桑 你不用再說了 如果你認為我沒有給你面子的 我也沒辦法 你給不給我面子的,不要緊 我希望你給你面子的爸爸 你不要再說了 你為什麼要這樣說 阿楓罵昌哥真的很不敢 但是他有他的原因 事實上,昌哥真的很對不起他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其實阿楓是你大哥 這些說話不能亂說 不過就算他真的是我親生大哥 今天發生這件事 我一樣不可以容忍 如果是這樣就什麼都不用說了 不是,你不要再說什麼 你不要這樣說 你不要再說話 這是什麼的 你是否最有限的 你不要再說話 你不記得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还不睡呢?在想什么? 我今天炒了晓风 哪个晓风? 那时候我和晓桃没地方住,住了他家的那个 我?那个? 为什么? 星哥叫我给个机会说 畅畅他都是爸爸的儿子,是我亲生的哥哥 不是吧? 就是了,无端端是多了亲生的哥哥 不知我爸爸先认识我妈妈 也认识晓风的妈妈 别想太多了,想这些干什么? 不知我爸爸有多少个女人 我妈又是第几个 我一向以为多了男便妹这个 做个妈妈的已经够了 怎知道还有一个? 算了,你想这些干什么? 虽然有爸爸很疼我 但我不可以因为这样,我不怪他 他疼我因为他心肢肚面 做了很多对我妈妈不住的事 你现在还在想这些干什么? 我不想无端端多个哥哥 我更不想有人跟我分身家 我也不想认识 爸爸以前有多少风流暂 我不需要跟他还 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没有亲情? 亲情是要时间培养的 我都知道我跟你说 你都不会回答我 如果你不想认这个大哥 你可以当我没听过这件事就行了 但是珍姨帮过我 你想这么多,就越想越矛盾 但是珍姨帮爸爸养大个儿子 他会不会比我妈妈更惨? 那你到底想怎样? 珍姐,晓峰回来没有? 还没有,星哥 珍姐,今天事真是对不起 晓峰和晓彤始终都是两兄妹 我真的不希望见到他们搞成这样 星哥,我知道你为晓峰好 但是你知道他这个人 你平时见到他笑口吻吻 其实他挖到死 我真的不知道他这次会怎么想 正所谓切肉不离皮 怎么也好,他们始终都是两兄妹 希望这件事雕淡了之后 大家没事了 但是现在我跟他说什么 他都听不入耳的了 珍姐,有机会你就好地劝一下晓峰 希望他可以接受这个现实 这个儿子到现在都没定性 一下子发生了这么多事 也不知道他能接受哪样 他回来了,我稍后就打电话给你 好,我们稍后再谈 好… 珍峰,你喝醉了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小琳回来没有? 已经三点多了,他还不回家 他还睡觉了 那就对了,我要去找他 你干什么,当然有好事了 我又有事要跟他说 有什么,明天再说 不要…不要 不要紧了,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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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方 我有事要跟他说,妈 方,你别这样了,方 你别这样了,方 妈 我到底有什么不好 我有什么配不起小琴 是不是我们穷了 还是我没有志气 你有没有跟我告诉他 说我这个死鬼老爸 就是冯德昌 有没有说 没有 我们很有钱的 我怎么背不起他 你是我很有骨气 我不自在他们的钱 有钱很聰明 是不是 我呀 我这一世 都是成财 不是成福 是不是 是真的 很聰明 有千多万的身家 大了 扔下我们两母子也不管 我这一世都不会认他做我老爸 好 妈 你帮我告诉小琴 你说我很有骨气 你说我不适合他们的家产 我会用心向上爬 你叫我要回我 行不行,妈 你不要这样想 你不要这样想 我 我 我 妈 我知道你很难过 我找他 你睡得早 睡睡醒早明天会没事的 為甚麼?為甚麼我和爸爸為居? 為甚麼在這個時候我要分手? 我做錯了這件事 曉筒, 可不可以進來坐? 進來… 怎麼這麼早?來, 喝杯水吧 謝謝, 真意 對了, 曉峰呢? 她還未醒, 你找她有事吧 我來找你的 找我? 其實上次我看到你們拿著那隻香菲飄 那隻香菲飄呢, 我的心一直都哭哭亂 我曾經聽過爸爸說, 這隻香菲是一對的 他說另外一隻在朋友那裡 我還以為你們輾轉拿著那隻香菲 但誰不知原來… 我應該問清楚 否則, 我也不會對著自己哥哥 這麼久都不知道 那知不知道也不要緊 不是這麼說的 如果曉峰就是我們馮家的人 那爸爸的遺產都很應該分一份給他們 我想爸爸也很想我這樣做 珍姨, 要不你拿一些證明文件 我們一起上律師樓辦些手續 證明文件? 我沒有 沒有? 如果你沒有, 我就算想幫你也幫不到 曉彤 曉彤, 其實我都不用你怎麼幫我 我又不需要什麼證明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馮家的一分一毫 就算曉嫂說要分財產給我 我也是這樣對她說的 那怎麼行呢? 這麼多年來, 爸爸都沒有好地照顧你們 我們逢現在欠了你們母子太多了 有什麼說誰欠誰呢? 我和阿楓一直都生活得很好 我們都很開心 你這麼說我更加過意不去 如果我早就知道曉彤是我的哥哥 昨晚這件事也會弄成這樣 你別這麼說 如果曉彤做得不對 你解僱他就很應該 況且這次是他自己說我做的 又與你無關 難得曾經你這麼劏情達理 其實我心裡一直都不安心 你知道爸爸剛剛死了沒多久 如果現在有些不好的新聞 我們做子女的都很難做的 你放心吧, 曉彤 這件事我不會跟人家說的 震姨, 這裡的支票你收了 你給我這麼多錢幹嘛? 當什麼都好 就算當什麼都沒發生過 只有當日我和曉彤沒有地方住 你肯收留我們 也好應該送一份禮物給你 曉彤 收了它 你再說一次, 剛才你說的時候 什麼叫當什麼都沒發生過 我不明白你想問什麼 發生就是發生了 沒發生就是沒發生過 你這次上來的目的 是送禮還是送掩口費? 阿楓, 別這麼沒禮貌 我想你誤會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再說一次給你聽 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你爸爸一個崩也沒給我們 我是靠我媽媽一手一腳養大我 二十幾年前是這樣 以後的日子也是這樣 我們不稀罕你的錢 你放心, 我不會數臭你的臭老爸 我根本不是這個意思 中文字幕倒數字幕 李宗子 人生與命運 愿是一天白變 成敗猶如一個磚面 莫記當母 就算今月平淡過一生 或者遲早心中有悔 有日我欲語無言 那現實何嘗改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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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擺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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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拋棄夢啊 老媽